人像摄影中的特写 三分人像 半身像到底有什么区别 首先是特写 拍摄特写时一般在人物锁骨附近做截取 通常用于强调人物的表情 动作或细节 还有千万要注意 要避免在脖子处做截取 不然只留下一个脑袋会很奇怪 然后是三分人像 画面一般截取到人物胸部左右的位置 要避免从人物腰部位置做截取 接着是半身人像 一般在人物臀部附近做截取 如果拍照时人物手腕下垂 要避免从手腕处截取 画面可以截在人物手腕关节上下方的位置 如果从一些关节部位做截取 人物看起来就会有严重的切割感 让整体画面显得很违和 最后七分人像 一般画面截取在臀部下方 膝盖附近 切记不要在膝盖处做截取 最后讲两个要点 一是在拍摄人物时 头顶在画面截取时 切记要避开发际线的位置 一般在头顶区域留一拳到两拳的空间 拍摄七分人像时 头顶可以适当留大一些空间 二是在拍摄人像时 尽量不要从人体关节处做画面切割 这样才能更好的交代画面情绪 避免画面违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谢谢将来的观看 头顶 下来的观看 感谢观看